黄啊来黄说 你好 什么黄 能听见师傅 能听见 我排了好多天了 没事你别续道直接从正 因为这事吧还有几天就 就要排不上了我这事就得了 说一个就是游戏方面的吧 因为感觉你就比较懂一些 因为玩一个游戏吧 玩了这游戏是玩了三四年吧 花了大概 一共三十多万 玩了现在 那游戏呢 它现在是什么状态啊 去年开始 那游戏就不更新了 快点快点 大游轮啊 玩了我攒的那些东西呢 因为那游戏有些活动 因为那游戏 有些东西可以攒着嘛 感谢浮生十个大跑车啊 把谁给踢了 我好不容易找了个自己的领域 我好不容易找个懂的领域 谁给踢手那么欠啊 这两下管管理手 确实他们有点欠 你好你好 哎 嗯 我说一下我这事 就是因为它去年 今天十月份 游戏又开始不更新了 那些我背包攒的东西呢 也没法用 就是那啥吧 完了之后我把 那个策划 策划组 之后呢 策划组倒闭了 啊 这这游戏完了之后 我那个 因为它中间还出现了一个 就是说 全民刷属性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服啊 所有人都刷属性 我在那个服一直就排 就是排第二 嗯 不然那时候呢 就别人就是 就是不用花钱 就把那个数据给改了 改了一帮人 就是排到我上面去了 排到上面之后 不是 不是拿商城 能花钱改授权 是找人在私底下 不是不是 它是游戏一个bug 啊 违反游戏平衡啊 对对对对 我要说这是 我因为那当时 那已经玩了四五年了吧 我对这游戏 啥游戏我听见 就是半玩不玩的 啥游戏我听见 半玩不玩的状态 什么游戏 所以呢 呃 就他们刷属性 这是所有 所有人 什么游戏 都不看 啊 那游戏叫 呃 老板来了 就是他还有一个 就是叫什么来的 就是 就老板来了这游戏 他是怎么怎么 刚才叫 行 伤到高手 还有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福的名字 叫伤到高手 听过吗 这个 啊 没事 你接着说 然后 呃 完了之后 所有人都刷属性之后 这比玩这个 这个比玩这个 网页游戏 花三十万啊 完了 完了之后呢 就是这个 这个玩 他这个 刷属性 后来我就回应 我就说 那就 那就什么吧 之后把这事就往那个121313起来的 就是往那游戏的那个 就市政电话上打了 嗯 打完之后呢 那边也说处理 处理完了呢 之后他们就找到那公司 然后那公司呢 第二天他就把那个数据改回来了 这也算处理了 啊 直接就给回答了 但是呢我的诉求什么呀 我当时跟123 我121那个 就是市政电话 打电话 我说 这游戏因为 一年 将近一年没有更新过了 嗯 我那些东西呢 就背包的东西 最起码还有 呃 最起码十来万的 就是花钱啊 光花钱 就十来万块钱的充值的东西 不能用 嗯 因为他更新 他更新什么呀 他的游戏 非一个充值更新 还有一个就是 普通更新 我知道 就是你买 每个星期他小更新 你买的时间抽 这卷他不开启活动 你抽不了了 卷个都是什么 对对对对 大概就是这意思 那只能追悔 这些卷基本都不能用了 那是 然后呢 这事 这事他处理完了之后 最绝的是什么呀 嗯 他隔了四五天左右 嗯 他来一个全全服要关服了 哈哈 然后呢 就是他出了一公告 说60天之内 嗯 这游戏关服 马上八号是最后 最后 这个月的八号 嗯 是最后的日期 嗯 就我这事能不能 说找什么人 还是怎么着的弄一下 实话是说啊 都是网友爱好者 都是充过钱的人 嗯 你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 哥们 理论上来讲 是可以申请退钱的 申就是在关服的时候 把你的账号剩余价值申请退钱 那前提是他愿意 明白 因为他不愿意的话 对 在你注册账号的时候 你勾选的那个同意用户协议 里面就就已经写了 你的账号所有权归于他们公司所有 包括里面的虚拟道具 明白吧 如果 这我也明白 因为当时我查的也是说 你这号的剩余价值 说我没有没有用的东西 你最起码能让我用了 我当时跟他诉求也是 我你哪怕你把活动更新 你给更新上 反正我能用了都不说什么了 这是这是第一件事啊 第二件事 就是我告诉你 这是小公司 对吧 假设说咱说是腾讯 王者荣耀 行吧 咱假设是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是每年活动都有反计的 假设说今天你玩王者荣耀 你买了什么东西 你过期没有用 出售一金币 你啥招没有 你啥话没有 硬叫你也讲不过他 最终解释权给所有 明白吧 所以说我告诉你 你这件事 我告诉你怎么处理 你应该心里面能最舒服 既然钱咱花了 说白了就哪管是我抽了 我给游戏里面 我就看一会 我乐一会 对吧 我抽这抽那 我看属性 我练一练 我试试 也行 如果你这个也认可的话 查一下他公司旗下还有什么游戏 让他给你啥 让他给你个内部号 你这是可以的 你就说我现在这号我花了30万 哥们你玩别的游戏我也还去 对吧 我花30万你能给我多少 你给我个号 小公司就能给的 我说实话 因为因为玩了这么多年游戏 我对这个套路就是 怎么说有的游戏说倒闭了吧 还能接受像这种呢 如果刚刚投完速 他完了 这不比倒闭强多了吗 他关服了 这不比倒闭强多了吗 对不对 他倒闭了 你这玩都玩不了 他就是想想当我开启 我给你服务器退回那个版本 退回到0.75的客户端 来吧 你开始吧 你抽吧 你抽完了 我后天关了 你到时候敷衍你 你就走法律程序 他临时给你开一天 让你玩的能咋的 哥们 你这个诉求不如啥呢 不如让他给你转到他旗下其他游戏 你想玩两天 他光给你弄30万 你跟什么 糟糕呗 一笔钱要两笔花呗 只能这样了 我告诉你 玩游戏充钱 就是这样的道理 花一分 赔一分 不用想回本的事 这你是认的 你不认的话 你不可能弄30万 对我认 我肯定是 你现在这是情绪价值上面 跟他要个号 指定能给你满足上情绪价值 那你意思是 我直接打电话 找他公司 对你就直接找个公司 你说我服务器 我明让我一报 你都知道我是谁 对吧 你这服务器关了 哥们 我这充这么多钱 我也想说 我对你游戏公司 我也认可 不是非要跟你走法律程序啥的 但我心里肯定是不得劲 退钱呢 你说实话 你能挣着钱 你能挣着钱 你也不会关 对吧 退钱我也不给你扯 你还有啥游戏 给我整个内部号 就完事了 要不我心里 下面还记得口气 我30万都花了 我宁愿再花10万找律师 你就把话 我看他咋的 对不对 感谢诺贝尔化学奖的 那个炮车 因为他8号 他就正式关服了 也不影响我 找客服 抓紧找客服 你就直接跟他说 因为我这把截图 我就是没用的截图 你也别闹 我都准备好了 对你也别闹 你也别啥 你就直接告他 对你在一个生吐哥说 对生吐哥这是经验之谈 你应该有专属客服吧 没有了 那游戏因为最早 他是十年 他准备撤了的时候 转过车关给撤了 专属客服都给撤了 对对对 专属客服都下岗了 这游戏下去玩 你这活着 把游戏给耗死了 你跟那啥 因为我们全国 前十名就我一个 就我一个还在玩了 你打电话到他们公司吧 你就跟他要一个 还有还有啥服 啥服系的那个号 给我一个 咱说现在没有 以后你要东山再起 我还玩 以后有那个 以后以后你要游戏 我还冲 但我这个我不得劲 你给我折一半 给我转到别的游戏里 我接着玩 玩好我还冲 话扔这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行行行 但我劝你一句 这些年啊 我身为一个网游众多爱好者 那钱哭哭往里头冲 冲完说不玩就不玩了 那些钱呢 我跟你说真拿出来 你都不如刷给主播 叫你灯牌都二十几了 知道吗 主播还得管教大学 我说这要能拿钱 我正跟你刷 真的 你都犯不上 游戏这东西 你要切记 它是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 虽然冲点小钱 打打别人 情绪价值给的更高 但你要知道 没有的时候 你还不如吃顿饭了 起码吃顿饭 你还能拉出去呢 你这晚上 连拉都拉不出去 他说管你就没有了 好嘞 是吧 就谢谢你 好嘞 谢谢你 再见 能花三十万 应该是属于啥呢 他这种人 就是我说那种 特别典型的 小时候想玩 一会上学 两会这那的 长大想玩 一会上班 两会出对象 结婚了想玩 一会生孩子 两会这那的 没有时间 毫不用个公司 挑个没有客户 游戏 财富 财富上面来这样 有点闲钱的 哭哭往里冲点 BY还关服了 我刀具还没使呢 我八百连抽 我都保底出猪口料了 不给我 你看 他说对了 还玩个跑车 所以说吧 这东西不建议 但是呢 建议你玩手机游戏 拿苹果手机玩 后面我就不多说了 懂得自然公平 就告诉你了 好